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 跨性别者因为与众不同 生活处处受歧视 权益难以保障 人身安全更饱受威胁 据了解 拉丁美洲是全球最多变性者遭到杀害的区域 非政府组织呼吁致力当局 加强维护变性者的安全 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不思议女人》 一句对白道进跨性别者饱受社会歧视的无奈 不只爱人过世 无法送最后一程 还因此成为警方调查的对象 剧中细腻刻画跨性别者的困境 也是主角丹尼耶加维拉的生活写照 anyone can be marina anyone can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rejected pushed to the edge just because they're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I've suffered discrimination by the state by the police and also in medical centers I couldn't go to university for example I'm self-taught 丹尼耶拉维加是智利第一位变性演员 无论戏里戏外被歧视都是家常便饭 她的生活经验也是广大跨性别者的缩影 许多民众看完这部片走出电影院 内心百感交集 由于智利尚未有相关法规保障跨性别者和变性者的权益 不只求职受教育和就医都饱受差别待遇 光是一踏出家门人生安全就有一律 根据一项统计 拉丁美洲是最多变性者被杀害的区域 2014年就有200多名变性者遇害 人身安全都难保的情况下 要求公平待遇更是一条看不见镜头的长路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赴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顾 这也是蓬佩奥接任国务卿后首度与王毅见面 双方针对美中关系双边经贸以及南海等议题交换意见 会后联合记者会上面对媒体询问美国一中政策是否改变 蓬佩奥简单回复表示 美国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王毅则呼吁美邦应该妥善处理两岸问题 对于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邀请中国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初步回应中国大陆在南海持续军事化 蓬佩奥对此表示这是美国国防部决定应由五角大厦说明 但他也说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十分关切 而王毅则指出这是非常没有建设性的举动 无助美中双方相互了解 并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解释 强调中国是在自己的岛礁上建设一些必要性的防卫机制 希望美方改变这种负面思维 增进中美两军的交流合作 有助建设相互信任 共同为世界和平做努力 中央社记者江金叶华盛顿报导 中央社记者江金叶华盛顿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美国总统川普与南韩总统文在寅 22号在白宫会面 针对即将到来的川经会交换意见 但才一开始川普就透露 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高峰会 有可能不会按照计划在6月举行 川普提到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指出金正恩第二次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 事情就起了变化 让他有点失望 不喜欢 暗示中国在其中搞鬼 不过川普也表示 相信金正恩对非核化是认真的 并强调美国从一开始就对金正恩保证 若双方能达成协议 安全就会获得保障 我会保障他的安全 我们会保障他的安全 我们从从开始讲过 他会保障 他会愉快 他国家会富有 他国家会努力 究竟川金会办还是不办 川普则向北韩喊话 如果能举行对北韩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也表示白宫将继续为他与金正恩的高峰会做准备 但如果未能满足某些条件 也将准备取消或延后高峰会 中央社综合报道 2018亚加达亚运倒数三个月 台湾选手积极备战 宇修好手戴思颖四年前在仁川亚运旅单拿下铜牌 今年顶着球后光环再出征 他说自己没有压力 只求尽力发挥过去总以利落马尾出赛的他 突然变法以妹妹头现身 原因让人会心一笑 我怕我变秃头 为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他一直绑得很紧 对我就怕我变秃头 球场上全力拼搏 球场外热心做公益 戴自瘾荣获今年总统教育奖 新台币25万元奖金全数做公益 同样低调行善的 还有奥运举重金牌女将许淑敬 鲜少有公开活动的他被教练蔡温义爆料 2016年从里约奥运回来后 公益捐款累积近百万 同时许淑敬为了感谢恩师十一年来的指导 还送蔡温义一台新台币200万元的进口修旅车 自己只开一台国产小车却大方送教练名车 身性节俭的许淑敬认为这没有什么 谈到热心做公益也表示自己只是为社会尽一小份力量 许淑敬去年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不慎弄伤右手肘 目前还在附近的他迎战亚运人积极备战 全力以赴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高雄报道 2018亚加达亚运倒数三个月 中华队预计组成超过600人的代表团参赛 规模空前浩大 目前选手全力备战 高雄国家训练中心预计6月1号展开总集训 目标要把选手照顾好 帮助选手调整到最佳状态 这个中心里面的最主要的责任跟任务的话 就是怎么样把教练跟选手照顾好 所以从我们自己本身的角度 就应该知道说哪些自己 你应该怎样去做会把他做好 由于国家主重教练林靖南 残空级国训中心的伙设太差 国训中心强调会持续改进 也成长机会与教练和选手沟通 了解代表队的需求 就是因为有这些意见 我们才有办法再做进一步的改善 那我们也 我有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 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讲说有这样的想法 去接受任何一个教练或选手 对我们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在中心提供的是四样的主菜 另外加起来只有八样的菜 甚至是我们在中心目前中 给备战亚运的选手使用 那主要就是希望我们提供的 蛋白质的东西是 在训练当中之后的一些恢复的动作 那好的饮食就可以帮助他的训练 然后他在训练上面就会有更好的成绩 国训中心除了要让选手和教练吃得好住得好 也计划适度开放训练中心 举办类似模拟赛的活动 让民众来看比赛 希望有助本届亚运选手习惯有民众 呐喊的比赛情境 同时也能让民众更认识中华队选手 为台湾英雄加油 中央社记者张新伟 高雄报道 今年37岁的纽西兰女总理阿尔登 6月即将临盆迎接新生命 成为全球首位任内勤产假的国家领袖 阿尔登表示会尽量工作到预产期 之后将大权交给副总理 执行他6周产假的治国计划 期间他也会密切关注国事 未来他的另外一半 已同意当全职奶爸 外界好奇阿尔登要如何兼顾 新手妈妈和总理的角色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